政府将以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 以及一中原则等理由 与中华民国断交 为维护国家的主权以及尊严 我国决定自即日起 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的计划 撤离大使馆 以及技术团等相关人员 并要求诺鲁关闭其驻台大使馆 本部于2023年 已经掌握了一些情知 中国积极地接触诺鲁的政要 利用经济援助 又使该国外交转向 这个期间 前总统坤洛斯访台出席我国国庆活动 以及第七届玉山论坛 态度反复摇摆 有一度甚至想取消访问台湾 那么前总统坤洛斯内阁团队 更曾经研拟外交转向 后来诺鲁国会于上年10月25日 通过前总统坤洛斯的不信任案 于10月30日改选雅定继任总统 及完成内阁的改组 期间立场一度回稳 政府上任以后 新政府上任以后 我方即积极地与诺鲁接洽 双边各项合作的计划 并于本年1月12日 指派专使 其能基于长期友谊 为巩固台诺邦仪 及深化两国紧密的 合作伙伴关系努力 为诺方持续就澳洲要关闭诺鲁的 难民处理中心RPC 这巨额财政缺口 诺鲁要主办2016年的 麦克罗尼西亚运动会 田径厂的工程经费 以及澳洲在诺鲁的 Bendigo银行要关闭等 要按向我国索取 巨额的经济援助 并就台湾及中国提供的援助方案 进行比价 我方基于传统的友谊 虽然秉持的最大的诚意 在能力范围内提出协助方案 令多年来 我政府意在懦弱 推动逼义其国际民生 协助整体国家发展的合作计划 涵盖农与业 衣卫 教育 职讯 能源基础建设 经贸 妇女父权等广泛的领域 但诺方仍昧于中国的利诱 网顾我国的长期协助和情谊 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 政府自感痛心以及遗憾 中国历年来 处心积虑谋夺我的邦交国 与诺鲁政府建交谈判 早已展开 并且特别选在我国 依据民主程序完成大选后的 关键时刻启动 其意图即在打击台湾人民 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 赤裸裸地向世界展现 共产极权的本质 我国政府在此 对极权中国 对民主台湾的强权霸凌 以及其傲慢碾压自由民主的作为 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我国与诺鲁 于1980年建交 2002年7月21日 诺鲁也曾因为债务的问题 片面与中国建交 我国政府于同年的23日 宣布与诺鲁断交 2004年10月23日 诺鲁鉴于中国承诺之援助 多位落实 原于2005年的5月14日 与我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我国对诺鲁轻诺寡信 此次再度复从中国 引用联合国第2758决议 以及一中原则表达最深痛的遗憾 就在全世界许许多多民主国家 祝贺台湾的大选胜利 民主胜利的同时 北京当局选择用这种方式打压台湾 冲击国际社会的次序 以及稳定 这是对民主价值的报复 也是对国际次序的公然挑战 这样的责任 当然是北京应该承担 我们也呼吁 北京当局应该放弃对抗 回到国际次序的轨道上来 寻求与台湾 区域各方面互利多盈的 共同努力 谢谢 次长的声明之后 我们也开放媒体的提问 TPB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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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BS 都听您提问 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想请教一下 怒鲁是什么时候跟我方来宣布 要与我来断交 因为其实知道过去两天 怒鲁其实有对我赖青的总统当选人 当选是有发贺电 那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 您去年11月的时候 其实有去过怒鲁 然后也有见过 现任的总统雅定 那当时有些照片 有些内容 其实想了解一下 当时您掌握到他们的 对我方的一些外交上面 是否已经出现浮动 另外是说 在去年10月30的时候 外交部有一个新闻稿 里面有点名是说 我们跟怒鲁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关系 其实都有所掌握 并没有完全毫无知情 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是 如今走到了现在断交 只剩下12个邦交国的这个状况之下 是否外交部对于国人 在揭露讯息上面 是否有出现说 好像有讯息落差之余 回答您这个问题 这一次我们赖总统 赖副总统跟小美琴女士 获选为台湾16人的总统 跟副总统以后 诺鲁在第一时间 透过他的外交部的次长 因为他外长正好公输 以及总统府的秘书长 制了贺电 那时候当然并没有发现 第二点呢 我去年前往诺鲁的时候 其实诺鲁在过去两年的政情 非常的动荡 如果各位刚刚我说的报告出来 就是他们其实那个总统 选上来以后 是一个非常弱实的总统 所以他内阁是相当不稳定的 那么透过一次不信任投票 当时的总统就被换下来 换下来换一个雅定总统 事实上一直有这个掌握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够呼吁诺鲁 因为双边在过去的双边的合作 相信也做了相当的多 有利于他的名声 但是这一次呢 他们赤裸裸的中国 利用这个机会 来打压我们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值得被谴责的 谢谢次长 等在媒体提问之前 也麻烦您先告诉我 您的大名 以及您所属的媒体 联合报 你好 联合报 陈希文记者提问 还是要请问一下 刚才次长好像没有提到说 是在什么时间点跟我们说 他们要跟我们断交 那在后来这个时间点之后 我们是否有挽留这个邦交的部分 第二个是说 刚才有提 次长有提到说 他们有提出一个价格 请问一个金额 叫援助的金额 请问这个金额是多少 然后第三个是说 他们好像据我了解是 他们有提供这个 有给予这个贺电 就是我们当选 还有这个选举完成的贺电 那他是在什么时间 在这之前 我们是有什么时候开始预警说 他有可能要跟我们断交 谢谢 第一个 这个时间点 来得很突然 来得很突然 我必须说来得很突然 当然中国是利用这一段时间 毫无预警的 让他做出决定 但是这个国家的政局 不稳定是一直在发展 我们当时也非常关注 所以说我们派驻了一个 特别对诺鲁非常熟悉的大使 他在那边已经做过五年 去那里专门来负责这个业务 就表示说 其实我们是非常重视 而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要不然这个大使 已经做过五年 不会再回去了 这表示我们并不是不知道 但是来的时间点 我觉得各位记者朋友 要去了解 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critical 因为我们正好选完了 大家正在全世界 在庆祝台湾的民主成就 就在这个时间点 礼拜一 大概在诺鲁的时间 它的四点钟 我们这里是11点45分 我接到的讯息是这样 11点45分 台湾的时间11点45分 所以我们要做得很快的 可能已经挽回不来 他已经不见我们的大使了 他在那边不见我们的大使 表示他已经心意已定 这一点 第二点呢 您提的这个金额方面 我就不方便在这里提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个金额是远远超过 我们一般对邦交国 所能提出的 远远超过 所以再次证明 中国在打压我们 利用金钱外交 无所不用其极 他就是放了很多钱进去 把它又过来 第三点您说的贺电嘛 是吗 贺电我刚才好像已经说明过了 在我们宣布当选后 诺鲁的次长 以及总统府的秘书长 已经自贺了 已经自贺 当然那时候我觉得 可能是一种烟雾弹 是一种烟雾弹 谢谢次长 美国之音 梦莉 志长我想请问说 因为你也有说中国 对我们邦交国 一直都是处心几率要磨多 那相信说 他为了要打击 我们支持总统大选的成果 他其实应该理论上 会同时布装很多国家 也就是说除了诺鲁之外 我们现在还有哪些是 比较有危险的国家吗 其实我们过去在邦交国 我们对每个国家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们相信 我们也相信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应该他还在运作一些事情 应该还在运作一些事情 但是我这里也不方便 提出哪些国家 但他认为 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 我认为他是错的 台湾的民主发展 已经是全世界瞩目的 如果用这种比较 卑鄙的方法 来夺取台湾的邦交国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也不会承认的 我认为 厉害 后面那位外国朋友 你好 谢谢 sorry I have to speak in English we wanted to as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s in trying to influence this election they wanted to see the DPP ousted do you think if the DPP had lost this election they may have made this decision differently or at a different time well I think this is a highly hypothetical question I won't be able to answer you however no matter what the election result is I think China is always trying to suffocate Taiwan in 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ay for instance even we don't have elections but you see in the United Nations affiliate organizations like WHO like UNFCCC like ICAO 立刻下载 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 行文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